大家好,我是马丁 名探柯南漫画秀康五周之后 终于迎来了更新 飞速及时的列车上 关西四人组中的三人正在玩扑克接龙 轮到荷叶出牌时 他总是直接pass 因此平次就以为荷叶是在故意卡牌 荷叶无奈地表示 不是他不想出 而是出不了 还不在他手里 所以他才会接连pass 不在他俩手里 那都是在红叶那里咯 一想到这个可能 两人心中顿时由于鼓不详的预感 果不其然 只见红叶双手摊牌 轻声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又赢了 谁让接龙只能pass三次呢 文言平次将手中的扑克一扬哀嚎道 真是见鬼了 又是红叶赢 这牌玩不下去了 他幻音刚落 坐在前头的红叶的管家 一只五五我就回头询问他们 不玩接龙的话 那玩歌牌如何 抢诺牌和唱读牌 他这里都准备好了 牌还可以充当毒手 平次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开什么玩笑 接龙都赢不了 在玩红叶擅长的歌牌 且不是被虐的体无完肤 提议悲剧 一只只能把牌放回口袋 和叶终于有时间问红叶 为何会出现在这趟列车上 他是因为小兰邀请才去东京的 对方又是什么原因呢 红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和叶的问题 而是先问平次去东京的原因 得知是为了陪和叶后 才说自己是去东京参加百人一手的比赛 一听对方人去参加比赛 平次不宜有他 让红叶加油 但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车厢 又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他们买票的时候 票几乎受空了 可是现在车厢怎么那么空 并且和叶也发现 不止他们这一节车厢 其他车厢也挺空的 难道是由好几个旅行团体 临时取消了行程 使坐勇者红叶一脸慈香的看着平次 心里暗暗附和 那是当然 听一只说平次要坐这趟列车 去东京之后 他立马让一只预约了所有的空位 等平次来买票的时候 才取消两个位置 就是为了能如愿的坐到平次旁边 在平次一货车厢空荡的同时 有个大叔不小心将啤酒 泼到一只的手臂上 意识到自己闯祸后 大叔一边打嗝一边道歉 不好意思啊小哥 我有点喝醉了 需不需要我给你纸巾 说着就伸手往口袋里淘淘 虽然很不满莫名被人弄脏衣服 但也不好意思和一个罪鬼计较 拒绝了大叔的纸巾之后 一只回头告诉平次 他要离开一下座位 在他回来之前 红叶就拜托平次照顾了 一只还真是不遗余力 随时随地给红叶制造机会啊 真是个贴心的管家 红叶顺杆往上爬 挽住平次的胳膊娇羞道 拜托了哟 随后一只来到洗手间 发现尸首爸根本就擦不掉酒自 只能暂时卷起袖子 当袖子卷起来 露出手上的伤疤时 一只看着伤疤眼神隐晦不明 但一想到红叶对他说过 小才也可以大用 还要靠他保护 不由得嘴角上扬 在他愣神之际 洗手边上的手机铃声将他拉回现实 本因为是谁将手机拉在这里 接电话正好找回施主 没想到对方就是打给他的 公安警察 一只先生 哎呀 现在是大港家的管家 指出一只的身份之后 神秘人让一只把耳机带到耳朵上 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里 一只自然不会听从不明身份的人的指示 但当对方告诉他 看一下后方之后 一只心头猛然一惊 远远望去 只见红叶的身后 有人举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 一只别无他法 只能按照神秘人的要求去做 为了防止一只通知红叶 神秘人先让他把自己的手机丢到走廊的垃圾桶里 再让他到前一阶车厢 也就是14号车厢 第一排右侧最里面的座位 把睡得很死的男人叫醒 一只将手放在男人的脖子上 发现他已经没有了脉搏 听到这个消息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狂笑 得意的表示 这就是他们的作品 在夸赞了这位前警察处事冷静之后 对方也不磨叽 直接说出了他们的目的 大叔身上携带的U盘 离终点站东京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只要在到达东京之前 一只找到U盘并放在指定位置 在确认过U盘内容后 他们就会放过红叶 一只一边听对方指示 一边检查受害人的遗体 受害人心脏被力气刺中 凶器恐怕就是刚刚红叶身后 那把沾满了血的刀 再加上受害人猛烈反抗的痕迹 一只大致还原了案发的全过程 凶手拿到威胁大叔让他交出U盘 他想夺到反抗 不幸被刺中了心脏 被捂住嘴巴直到咽气 正在凶手为找不到U盘而恼怒时 偶然发现了从不明渠道 得知前警察身份的一只也在列车上 于是临时想到了以红叶为人质 威胁一只协助寻找U盘的法子 分析完案件的始末后 一只在受害人身体一侧 发现了一只圆珠笔 拿起仔细端详之后 发现上面带有血迹 这应该是受害人死前想写点什么 但是仔细检查受害人周围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刺迹 在他身上唯一发现的指示物品 就是他的车票 同样没有任何刺激 仔细查看车票后发现 这里并不是受害人原本的位置 凶手趁机解释说 大叔原本的位置人太多不方便下手 于是他们趁大叔上厕所时 用刀胁迫他来到了这个四周空无一人的地方 在凶手的远程指导下 一只顺利找到了受害人的真正位置 在位置上发现了一个手提箱 凭借多年的警察素养 他随手用回心针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开锁器 随着啪哒一声 箱子顺利打开 牙刷 毛巾 衣服 剃须刀 展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堆普通的生活用品 以及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中夹杂着受害人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 受害人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除此之外 笔记本中还有早稻田市素记的文字 最后一页上写着 搞到了能弄清贺诚遗案的真相的证据 所谓的贺诚遗案 指的是贺诚一名有受贿嫌疑的议员的秘书 在留下一封揽下所有罪名的遗书之后 跳楼自杀的事件 正在这时 瓶刺的突然出现 将一只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作为红叶的管家 消失了这么久 让他们不由的有些担心 所以瓶刺特地前来查看情况 同时他还注意到 这个箱子并非一只之物 瓶刺的出现让胸口也有些措手不及 联盟命令一只随便编一个借口 将瓶刺打发走 一只只好声称 这是他一个朋友的箱子 下车的时候忘记带走了 朋友委托他来取 为了确认箱子是不是朋友的 所以打开看了一下 所以我还煞有歧视地问瓶刺 你理解情况了吗 瓶刺果然不负众望 表面上是相信了一只的说辞 一转身就打给了柯南 果然正如我们所想的 是啊 应该没错了 那么瓶刺与柯南当前正在着手的案件 与威胁一只的凶手 是同一个案件吗 瓶刺他们应该如何破局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来介绍